天宇路滑行车千万要小心 台九线五鹤山过弯路段 上午就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辆蓝色货车在过弯时偏向路肩行驶 不慎撞上这个路段 正在进行修剪路数的工程车 造成车上工人手插伤 紧急送医就知 天宇路滑行车千万小心 不然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酿成意外 今天上午台九线五鹤山 这个大弯道路段 就因此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承包公路局公路路数 维护修剪作业的施工人员 依照相关作业规定 在施工区域路段设置警示车 以及交通追来区隔 今天上午九点多施工人员如往常 在南下弯道处修剪路数时 却遭这部蓝色货车由后方撞上 造成了车上工人受伤 紧急送医救治 事故现场为一个大弯道 车流量大 除了警方在现场实施交管 工程车与拖吊车也忙着将车辆拖吊上车 排除路障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及责任归属 警方也已经深入调查厘清 记得时宜人瑞翠采访报导 宝贝